大家好,又是我AnotherWatch Magazine的Lewis 今天就跟大家看幾隻Tildor Tildor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Black Bay系列 但是這次我們帶的是Pelagos 早前牌子出了一隻Pelagos 39 我想大家看片都見過很多 所以我們這次都不會詳細介紹這隻錶 反而是帶了Pelagos系列 裏面四個不同的款式給大家看作一個比較 分別就是Pelagos Pelagos LHD Pelagos FXD 以及Pelagos 39 第一隻看的就是Pelagos Pelagos其實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一個是藍色的版本 我們這次看這隻是黑色的 這隻錶是用42mm鈦金屬融屠掃墊的架 然後 our bracelet 是 Titanium 然後那個鏢圈你見到它也是Titanium 不過它就傷了一塊黑色橫綑的陷件 在上高 它是用MT5612機心的 cosc的認證 自動上鏈,防水500米 而且這隻錶是有70小時的power reserve 現在這一代的Pelagos全部都是用了in-house movement 第二隻就是Pelagos的FXD 這隻錶有點特別 因為它和法國海軍的蛙人合作去研發和設計出來 它全個個案都是Titanium Titanium bezel 用藍色錶面和藍色陶瓷陷件 而它的直徑都是42mm 它使用的機芯是MT5602 和之前那隻有些分別 同樣有COSC的認證 自動上鏈 還有70小時power reserve 唯一的分別是200米防水 第三隻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LHD LHD即是左手板 它都是用黑色錶盤和陶瓷陷件 同樣是42mm diameter Titanium case Titanium bezel 和Titanium bracelet 它都是用5612機芯 同樣的規格 但因為它是左手板 所以機芯多了LHD 三個英文字母的編號 而最後一隻 就是今次我們想介紹的 這隻全新的Pelagos 39 整隻都是Titanium Case Basel Bracelet 全部都是Titanium 都是黑色錶盤和陶瓷陷件 它的機芯是MT5400 同樣都是COSC的認證 自動上鍊 70小時power reserve 編號不同了 可能因為機芯小了 這隻錶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因為上三隻都是42mm 而這隻是39mm 其實潛水錶來說 42mm是很合理的 只不過純粹個人喜好 我就比較喜歡39mm 所以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這隻Pelagos 39 剛才就一次過看完四隻Pelagos系列的錶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Pel想看的話 就記得留言給我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你幫我們Like和Share 拜拜